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基姆,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我口誤了,很抱歉 事情是這樣子的,我剛回家的時候打開手機 然後就有很多的訊息一直跳出來 我點開的時候看到有朋友跟我分享的一個新聞 是馬來西亞媒體在報導 我,我,我想說 欸?我怎麼了?我最近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原來是因為我前幾天 因為要開學,所以我去新加坡 自己旅遊,然後去新加坡完呢 我就順便拍了一個就是記錄自己生活的影片 然後在那一部影片我講了一句話 就是讓很多馬來西亞人很討厭我 我說這邊很多那種馬來西亞的人 一直在看我,讓我很不自在 然後因為這幾句話 很多馬來西亞的人就是來攻擊我 我覺得,我怎麼講話這麼沒有禮貌 怎麼會講那種馬來西亞人 我真的偷偷地沒有要歧視任何人 我要歧視也是歧視那些護家們 我怎麼會歧視你們呢? 欸?我講真的,我沒有歧視馬來西亞人 我小時候就是因為有去過馬來西亞 我發現那邊男生長得還蠻好看的 我就有稍微follow一下幾個馬來西亞的明星 follow anyway,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在follow我的人就知道 我如果今天要罵一個人,我就直接講出來 我今天如果要歧視馬來西亞人,我就會直接講出來 因為這個感覺就好像有時候我在台灣的南部旅遊 然後你知道很多台灣那種南部的大媽 講話就很大聲 我就會跟我北部的朋友抱怨說 你知道這邊很多那種南部的媽媽講話很大聲欸 我也會講那種這些 這邊諸如此類的,可是我只是要跟她分享 不過可能我在表述的時候講話講錯了 欸?所以做錯事我就道歉 I'm so sorry,馬來西亞人 I'm so sorry,我沒有要歧視你們好嗎 我歧視你們幹嘛啊,我幹嘛要歧視你們 你們有哪個地方要我歧視 你們也要稍微思考一下 欸我現在講話很小心喔,你們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喔 做錯事我就跟大家道歉啦,對不起 對不起,道歉完 我還是要對那些攻擊我性別氣質的人類講 閉嘴,嘴巴閉起來 很多人就是叫我不要再去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旅遊了 我要跟那些人說不要吵 我還是會去的 因為馬來西亞的東西也是蠻好吃的 大家喜怒,大家喜怒 我沒有這個意思喔 OK,謝謝你們小朋友到這邊 OK,明明的收看,明明的收看,明明的收看,掰掰